所有同事站在派出所前列隊 要從同仁最後一程 現場氣氛哀七 因為怎麼也沒想到 上午八點才剛下班 就遇上死亡車禍 接獲二號趕到醫院 家屬根本無法接受 年輕生命就此消失 當場痛哭失聲 住戶人員胡蘇把人推進急診室 但傷勢嚴重的他 到院前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登上海拔超過三千公尺的 何歡山主峰 年僅二十八歲的高姓員警 曾在花蓮縣警局服務熱愛登山 在同事眼中市民認真負責的好警察 在我們同事之間 就是人員其實是非常好的 因為他其實他各方面 在工作上的能力 還有在勤務上跟同事一起互助合作 然後包括他其實為人也很樂觀 也很海派 高姓員警在一百零六年經過警察特考加入警戒 今年的一月五號 從花蓮統調到彰化縣警局 生前最後一次出勤就是在年初一晚上 接獲報案搶救離家出走 並摔落水溝的大水露 同事眼中的認真員警就連搶救掩飾動物也站在第一線幫忙記錄 最後協助四組把水露給帶回家 年初二一早八點結束勤務後馬上就要回高雄跟家人團聚 沒想到在下班途中遭遇死結 局長表示將協助家屬處理後事 未來也會爭取 從有撫恤 靜新文五國離家醫師洪瑞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